看过我们影片的朋友就知道 我们曾经说过四则运算 需要注意加减乘除的单位 单位会影响 可不可以直接进行加减或乘除 时间是单位一个很好的例子 今天我们就以时间为例 来好好谈谈 不同单位在加和乘时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个长度的加法 小明举手可以摸到一公尺83公分 若站在一张高45公分的板凳上 可以摸到多高的地方呢 公尺和公分虽然都属于长度的单位 但因为一个是公尺 尺度比较大 一个是公分尺度比较小 所以呢 不能混合运算哦 必须要个别分开进行运算 那么我们先算公分的部分吧 八十三公分加上四十五公分 得到一公尺或一公尺 得到一百二十八公分 因为一公尺等于一百公分 所以一百二十八公分可以说成是一公尺二十八公分 因此啊小明站在板凳上 可以碰到两公尺28公分的地方哦 计算时间和计算长度一样 只是时间各单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不像长度间的关系都是实境制 所以运算起来比较费力 观念啊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小心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常见的时间单位 秒 分 时 日 星期 月 年 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十分重要 必须要熟记才可以知道如何敬畏哦 60秒等于一分钟 60分钟等于一小时 24个小时是一天 7天就是一个星期 一个月大约是30天 12个月成为一年 运动会的时候啊 小明 小华 小宝 三个人参加节理赛 小明跑了1分23秒 小华跑了59秒 那么他们三个人总共跑了多少时间呢 我们可以把分和秒分开计算 算出答案为两分89秒 因为啊60秒是等于一分钟 所以习惯上我们会把每60秒 进位换单位换成分钟 就像啊我们说 我有100元 200元 500元 900元 但是不会说我有10百元一样 我们会进位把它称为1000元 一样哦 89秒进位换算成1分29秒 加上原来的2分钟 三个人的总成绩 就是3分29秒了 小华很爱跑步 一个月累积跑步的时间 大约是两天17个小时 又40分钟 那三个月下来 小华总共跑了多久的时间呢 40分钟 加40分钟 加40分钟 等于120分钟 每60分钟是一个小时 所以啊 120分钟就等于两个小时 17小时 加17小时 加17小时 等于51小时 再加上啊 刚刚120分钟 进位过来的2小时 总共是53小时 而每24个小时是一天 所以呢 53个小时 53个小时就是两天 又5个小时 两天加两天加两天 等于6天 再加上53个小时 进位过来的2小时 总共啊 就是8天了 所以小华3个月 总共花了8天 又5个小时 在跑步运动上哦 其实呢 小时5小时 小时5小时就是3900分钟 等于11820分钟 就是小华3个月 总共跑步的时间 1小时有60分钟 我们再把11820分钟 进位换算成197个小时 而每天有24个小时 一样啊 把197个小时 进位成8天 又剩下5个小时 结果也是一样的哦 小华3个月 总共花了11820分钟 也就是8天 又5个小时 在跑步运动上 同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乘法来处理 如果你先把2天 17个小时40分钟 全部换算成分钟的话 那就会是3940分钟 3940分钟 乘3 得到11820分钟 经过同样的 经过同样的进位换算 就可以得到8天 又5个小时了 你也可以直接拿 2天17个小时 40分钟来计算 天 小时 分钟 三个单位 分别乘3 40分钟 40分钟乘3 得到120 静位呢 就会等于2个小时 17小时乘3 就会得到51 再加上分钟 静位来的2小时 所以呢 就是53个小时 静位乘天 就是2天 与5个小时 2天乘3 得到6 加上小时 静位过来的2天 总共98天了 所以啊 小华3个月 总共花了8天 又5个小时 在跑步上 时间的加汉程啊 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是各单位 分别进行加或乘 算出的结果 在考虑是否需要 静位的问题 另外一种呢 就是把各单位的数 都统一换算成 最小的单位 计算上 变得更简单一些哦 没有单位大小的问题 但是啊 这样做 缺点就是数字 会变得比较大 运算时候 要更小心 避免算错哦 算出的结果 再静位到 比较大的单位去 但是啊 不论是用 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要先 弄清楚 单位兼 静位的数量哦 影片中 有些小朋友 可能不太明白的 名词 都可以在 影片说明栏中 找到 对应的 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 我们的影片 还不错 别忘了 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共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